哈喽我是Gender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过 名侦探皮卡丘的电影 不过本作游戏剧情内容 会和电影完全不同 接下来要来分享的破关游戏 名侦探皮卡丘 闪电回归 这款游戏在玩之前 要把思维转换一下 不要觉得说 咦 为什么和电影的剧情 完全都不一样 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 才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在这款游戏的前作 3DS版本很可惜我没有玩过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 比较前作跟后作的差异性 只会针对本作 做小小的心得分享 游戏主线是当一名侦探 去解决成理的各种事件 最终是要找回提姆 失踪多年的父亲哈利 一家团圆 在游戏中要操控提姆和皮卡丘 去和路人还有宝可梦兑换 来取得线索 部分剧情需要玩个抑制游戏 或是其他宝可梦 可以进行协助调查 有些场景会带入一些QTE系统 即使输入按键后 就可以接到下一段的剧情 游戏中我大多都直接直攻主线 有稍微解一点支线任务的程度 游戏总长时间大概是11个小时左右 首先这款游戏剧情主要有六大章节 续章开头是接续前作的后段剧情 皮卡丘记忆还没有恢复 稍稍的讲一下前作的剧情 然后接着是颁奖典礼 因为两年前R事件造成的影响在提姆 及皮卡丘的优良表现下让R事件得以解决 所以市长颁发宣章以示感谢 第二章来到一间豪宅 这间豪宅在不久前发生一起窃盗事件 被偷的宝石名为极光之路 提姆与皮卡丘受莱姆警察 赫里迪探长之托一同调查这起窃盗事件 第三章为了找出前章被偷的宝石来到了南方 以及拜访高登教授了解宝石的真相 以及调查哈利的下落 第四章皮卡丘突然被警察带走了 这个城镇近期发生多起案件 许多宝可梦被带到警局关起来 然而这却与某个神秘组织有关 为了获得这个神秘组织相关情报 皮卡丘与提姆决定向赫里迪探长打听消息 第五章到了竹林街 在这里皮卡丘慢慢的恢复记忆 这里是皮卡丘与哈利初次相遇的地方 皮卡丘回忆在竹林街与哈利认识的经过 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名侦探皮卡丘的大秘密 最终章为了夺回哈利的身体 来到神秘组织优尼塔斯的据点 这是封闭已久的研究所 为了查清幕后黑手并夺回哈利的身体 提姆他们在研究所展开最后的调查 整体的剧情流程蛮有逻辑性的 循序渐进一点一滴的找回皮卡丘失去的记忆 知道为什么只有提姆与皮卡丘能对话 但毕竟本作设计还是以侦探皮卡丘为主 说真的提姆的存在感会比较没有特色 而且他与瑞秋的对话有一点沉闷 没什么戏 所以想看有一点脸红羞羞的恋爱剧情 很抱歉本作并不是那种玩意儿 本作的背景音乐真的超赞 如果有买重低音喇叭或耳机的玩家 可以很享受他的音质效果 音乐好听 而且有很深的前进带入感 这点我要在本作打上五颗星 另外他的小游戏设计上超简单的 只要是国效一下 一看就懂得那种程度 所以游戏的系统不会太复杂 针对玩家的技术性要求比较不高 但同时也会就是他的游戏性就比较不高 那本作推不推荐呢 如果本身就是宝可梦系列的粉丝 那当然就是必推 本作的宝可梦3D键我觉得还蛮精致的 整体剧情与背景音乐搭配还不错 还可以看看皮卡丘有趣的演出 非常推荐入手 但如果要求高游戏性 或者说是追求高刺激感的话 本作在本质上就是以剧情为主 去轻松探索对话 相对来说就单纯许多 对比较追求高刺激性的玩家 就会比较无聊一点 比较属于纯正的剧情派的游戏 以上是我的游戏破关心得 若有其他的想法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哟 我会不定时分享体验的游戏内容 也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的频道 按下订阅 我是Zender 祝各位游戏愉快 再见